我們久違了很久就沒有見葉師傅 記得我們一年前一起做過節目 十幾年前 有十幾年嗎 十幾年了 我和你都這麼合身 今次找葉師傅 其實是我的教練 跟我們聊幾句 沒問題很簡單 你喜歡吃榴槤嗎 我是榴槤王 榴槤的愛好者 除了榴槤之外 我忘了介紹 葉師傅是金服拳王 玩泰拳 豐富了得 但又喜歡吃東西 非常喜歡吃東西 所以要保持身體 所以你們要保持身體就找葉師傅 因為他現在都有管 跟大家操心 但今天最重要是找葉師傅上來 原因就很簡單 因為葉師傅有一些好東西給大家 首先申報你一千萬元 我不吃榴槤 我怕了 但葉師傅有一些好東西給你 你介紹一下 為甚麼有一些好東西找到回來 其實我剛剛代言了一隻 馬來西亞最頂級四十年金種子的貓三亡的榴槤 這隻榴槤也是用了一個非常之 因為很多榴槤來到之後 你會發現它們的品質有點偏差 我聽說好像不夠新鮮 就是榴槤也要新鮮 因為你來到的時候 你經過一個運輸 用雪呢 很普通地放進雪櫃 雪完 冰 冰 冰先過來 但其實如果吃到最新鮮的位置 應該是用液淡的技術 我們現在用了液淡的技術 有聽過液淡的技術嗎 有 有 用淡氣 速動 速動 流體 例如魚一樣 你一用液淡淡氣 它會立即死掉 然後你放進水裡 溶回去 馬上會生氣 就是用這個技術來做這個榴槤 好 那些榴槤 你簡單講講 跟平時我們吃開榴槤有甚麼不同 吃到樹上真是最新鮮 吃到榴槤味 真的最新鮮 所以大家聽到葉師傅介紹 其實應該真的是時事 但最重要的是價錢如何 當然有直播價 有直播價 因為我介紹 很多人都聽到會上來試一試 但問題是試不夠 你要付不付一個折扣 梁錦祥介紹過來 付一個好一點的價錢 這樣可以嗎 當然 大家可以問葉師傅的時候 葉師傅一定會比較好 但記住葉達我的肚子 梁錦祥介紹的 除了榴槤之外 還聽聞 因為現在舊歷已經是六月 中秋節 差不多是中秋節 有沒有一些月餅之類 介紹給大家 我現在是全世界最好吃的榴槤冰皮 榴槤冰皮月餅 有沒有黃的 全部是榴槤 是黃色的 好 這個比較另類 但也是正的 沒錯 好 Anyway 大家可以想一想 因為時間很充足 很多人都早訂 但留年我相信大家不要猶豫 如果吃的話 就馬上找葉師傅 但記住 答我阿朵 講明梁錦祥 可以留言 好的 至於具體聯絡方法 我待會會告訴大家 總之要找葉師傅 今天 這個 即是直入廣告的產品介紹 就到此為止 我們下次再有 師傅再有正事 再介紹給大家 好嗎 好 拜拜 拜拜 第二節 就未講這個 包吻日之前 有講另外一個 都很吸引的題目 這個事件發生了很多年前 主角還未死 但最近 因為今年 Netflix 將他的事跡 拍了一個紀錄片 拍了一個劇情片 那個題目 那個戲名叫 The Serpent 為什麼這個人叫Sherpent 即是蛇 這個人是很傳奇的 他就是一個混血兒 或者是一個所謂這些習種 好像是法國和越南 好像有些印度的血統 他就在西貢出生 自小就有一些犯罪紀錄 如果是一個賊 沒有理由是到現在出名 但其中有什麼 就是跟我們剛才說的 嬉皮蝕之路有關 因為當時很多西方年青人 他們經過一條路 即是有在倫敦 或者在阿牧士尤丹 一直走到去 Hitchhike 走到去 奧富汗的黑布爾 跟著去尼泊爾的加德滿都 他都有分行 但原來他沿途殺了很多人 他是透過一些騙術的騙子的方法 去殺人 他可能有少許帥仔和魅力 他就可以軍到一些女生幫他殺人 就好像有少許民信 但他不是一個宗教 他純粹賺錢 試過有些什麼呢 舉個例子 例如說 有些年青人 他們一起同行一起住 然後給他一些藥吃 可能是一些瀉藥 然後就說你有病 然後醫治他 取得這些人的信任 然後信任是怎樣 就是拿了他的錢 殺了那些人 最初是不知道 不知道是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女性 他們穿著比堅尼之後 是淹死的 要經過解剖之後 才知道原來他是被毒死的 但他就拿了這些人的錢 和護照 然後被捕了幾次 但每一次都被他逃脫了 而且他很懂利用人際關係 而且在監獄裏面 他就等於住了酒店 住了好幾個地方的酒店 在印度就住過了 那最後一會就在尼泊爾 就在那裡殺了人 跟著他走了 走到 但是呢 最後那一次 他是回到尼泊爾那裡 用假名回到尼泊爾那裡 在一個賭場那裡 誰知被在那裡 一個其中的記者認到他 就跟著報警 跟著呢 尼泊爾當局就拘捕了他 他還以為他逃脫 結果他逃脫 到現在應該還要 但他坐牢之餘 他將他整個字跡 即是他怎樣 將軍了那些人 怎樣殺人 怎樣追求那些女兒 賣了版權 變成現在他坐牢很有錢 這個事跡本身呢 現在Netflix 就拍了一套長篇的網劇 就叫他Disservant 將來我們會講他這個事跡 但又走那個都是阿富汗之路 是啊 所以大家如果是旅行的話 世界其實很不安全 不要那麼輕易信人 大家一起friend 尤其是我不知為何 有些單身女資經研究 就是單身上路 很多的 現在很多 尤其是去這些地方 你會看到他大有人在 這種危機 你真是好好的 提醒大家 小心點 是啊 人有很多重 我也認識一個朋友 他最近都去過這些地方 他有一個 他告訴我們 叫做很不愉快的經歷 嗯 但因為他是一個作者 但我們看到他的作品裏面 這個很不愉快的經歷 他是不寫的 是他的那種創作的源頭 但他不敢碰的 是啊 變成他旁邊來碰的 可想而知 你去到那個地方 那個地方 就是充滿了 令到大家很迷惑 很神秘 還有帶出了很多恐懼 嗯 有時的經歷 會帶出了一個恐懼 恐懼回來 嗯 嗯 我們講那個巴迷洋大佛 其實巴迷洋大佛 現在這個 就是被炸了 這個 大家都知道了 其實沒有什麼新的東西 好說 但是唐三壯 他走去西域的時候 他跟著回去 他譯了很多經之餘 他就沒有自己動筆 他就說回他在西域 他經過那個路程 他見到什麼東西 是 就由他的弟子去筆落 這本很著名的書 叫做大唐西域記 不知為什麼 就在 就是 往後一段時間 其實沒有什麼人研究這個 但是到了這個七十年代之後 就 不是七十年代 到了四十年代之後 其實就很多人開始研究這個 那個研究在文革時中斷了 但是近年都重新會看回來 就想印證回他 他講的東西 有個傳說 我看中文是這樣說 就是印度人 只要靠看他這本書 認識自己的歷史 那我不太相信 因為他說 看中文說 就是印度人 是不太懂寫時機的歷史 就是沒有什麼時間觀念的 但是我說不要相信 不是你要相信的 因為傳球知 他印度人自己都講 是要講的 甚至他現在看那個佛經 他都會看到 其實那個是深入去講的 就是我們對於那個叫印度 印度文 或者古時的那些天竺 就是那些 我們了解都不是那麼專家性 但是很多印度人都講的 就是當那些經書有幾本 他譯了做漢文的話 那個變成了 是更重要 過原本的那個漢文 何解 那麼簡單 他們都可以解釋給你看 就是說 因為中文漢字裡面 那裡是 象連文字 他將有一些字裡面 有時翻譯好像 唐三藏或者 混魔落雜 他們那個翻譯是很厲害的 就是找到那個叫 那個叫 那個原本天竺文裡面的 那個意義裡面 就將它形象化了它 那所以你看 就看原文 是最正的 就是凡底文 就是他記錄下來的時候 有時將一些解釋 尤其是如果大家有研究 《波野心經》 你就知道一個很大的舉例 就是《波野心經》去到最近 曾經有兩個翻譯本 最精彩的 一個就是《波野心經》 叫《波野心經》 叫《波野心經》 然後去到唐三藏的時候 他將它重譯的時候 是減了兩個字而已 丟掉《波野心經》 因為《波野心經》 《波野心經》 因為《波野心經》 《波野心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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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二百六十幾字裡面 是一個小小的 翻譯的作作一步 《波野心經》 變成了一個經典 是拿走兩個字而已 所以它裡面 他們都說 如果是天竹文 你會看到 那裡是一個氣的流動 例如你看那些字的 是一種氣的流動 但去到中文的時候 是具體象形 它是可以容納更加多內容 所以譬如《波野心經》 《波野心經》 最主要 因為《波野心經》 很多人都說 現在去學的時候 都會 就算你南傳那裡 用金葉的心經裡面 那時候 都是漢文的 是一個很重要的元素 是 還有在印度唐三藏役的經典 在印度找不到 有些人就懷疑是否真的 但這也不是我們涉及的題目 因為這比較有爭議 它增加的時候 簡單地說 因為它有幾部很重要的書 你看到《唐三藏記憶》 跟之前那幾個 是不同的 有分別 有些大德都已經將 譬如我最近都經常提及 看《維莫結經》 或者是《法華經》 或者《法華經》 裏面 唐三藏那個版本 你看到 它那個是一種大成的譯法 它比金莫羅斯奧 金莫羅斯奧 那個就會 它的文筆很耳麗很漂亮 但是有情 去到唐三藏那裡 它真是一個大師 所以它在字眼裡 你一對起來的時候 你就看到它的價值 還有是說 去到那一刻 裡面來講 由唐朝到現在 有些新譯的版本來講 都不及唐三藏那個 那麼純粹的翻譯 這個我想簡單點說 其他那些我講不到 所以它那個功勞 它翻譯經書的重要就出來了 這個沒有人質疑它 但是有人質疑它在哪裡 剛才講的有人質疑 就說它那些是不解釋的 OK 質疑它在哪裡 就是現在 我看不到 在唐三藏記裡面 它裡面有一個講 它經常講在巴迷洋那裡 它不用巴迷洋這個字 因為當時不是這個名 是 就說成東二三里 加南中有佛入涅槃厄障 長千餘尺 問題就是現在沒有人找到這個 它有描述那個地方 有一個臥佛的形態在那裡 臥佛這個找不到 一直都找不到 那麼有些人就說 其實根本沒有這件事 那你不可以說它老作 大家都覺得不可能它老作 但是就是什麼呢 它眼花 它眼花 它看錯了 有一塊石頭 即是它以為是一個臥佛來的 其實那是一塊石頭 那麼 這個牽涉一個問題 唐三藏有沒有那麼水皮呢 即是它眼花會見到一個臥佛 然後就是原來的石頭 它看錯了呢 總之在這個 就是講阿富汗的神秘 裡面其中就有一個病方 是唐三藏那時期 在那一刻就看到 即是一個遠觀的方式 一定要看還是怎樣看 看到一個臥佛的遺跡在那裡 嗯 那麼到今時今日呢 我們就看到的就是這些佛記那個遺跡 到那個呢 都找不到 其實我覺得就在大濤西域記那裡 它裡面已經牽涉到一個線索 找個前文後理裡面那裡 如果有心去做一個考察 當然可能要花很多年 嗯 那麼我覺得這個都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課題 是啊 這個地方現在的名字叫 當時的名字叫梵顯那國 就是都城 簡單來說是一個城市 就是在這個地方裡面呢 唐三藏看到三個佛 那麼其中一個就是 當然現在我們在鏡頭面前看到的 那麼另外那個臥佛呢 近年呢 就不可以自己都說 近年有人查 是 這個就不是中國的考古學家 這個是在當地 是 這個阿富汗的考古學家 走去研究這件事 是 但是它是根據什麼 它是根據這個唐三藏這本書 是 就是去找這件事 是 因為它覺得唐三藏是 第一件事 它不會說謊 第二件事 它不會眼花 是 下到書的 那時候 可能呢 就是 不敢說 講謊 眼花呢 都有可能 但是下了書的話 它這麼嚴謹這些大文豪 是 一定呢 它有自己的考據 有什麼時候 你落出來 它不是犯犯之輩 唐三藏 它是很嚴謹的 它是第一件事 它是不會說謊 還有就是 它經過的地方 不是短時間 是 就是 不是走路過 看到 它在那裡 應該住一個短時間 所以我覺得它說謊 那個機會 不是 不應該說謊 應該要掌罪 它看錯了這個機會 其實就不太大 但待會我會解釋 為什麼會這樣 現在大家在鏡頭看到 這個 就是Tachi 這個考古學家 其實是當地 就是阿富汗的考古學家 但是大家知道 阿富汗做考古學家 是很嚴重的 隨時槍斃 所以它已經去法國 它現在是法籍 是它去查整件事 剛才阿富汗 它說的就是 究竟唐三藏 它去看了這件事 現在傳 它不會看錯 為什麼很多的考古學家 他們會這樣說呢 我有個解釋 他們現在我相信是怕 如果找到的話 那個法會被 在塔利班會毀滅 是 所以他們不律 不斷地說 就是沒有這件事 這個是一個 是在 需要在一個 適合的時代 才將這件事 去公佈出來 但是這位考古學家 就是 如果用這個角度 很不相信 它不斷地說 有這件事 現在真是慘 就在那裡 在那裡掘了 如果它說它看到 真正的巴米洋 那個大法 是 如果它看到之後 那時它有沒有具體形容 那個佛的俄知 究竟是怎樣的 它找到個頭 找到個頭 它沒有怎樣詳細去說 例如你看到 它們在這些地方 他們找到 也不是 也挺詳細的 這些是建築的地方 在那裡附近 在那裡附近 在旁邊 就是那個城 你剛才說的 直接在這裡旁邊 裡面有三個大佛 三個大佛 其中一個是我佛 這個問題就來了 就是佛像 有一些規格去做 不能亂來的 佛像 站在那裡有 坐在那裡有 雙盆有 其他的 譬如觀音那些都有 有 但是觀音是沒有我睡的 是 觀音是沒有我 即是沒有睡在那裡 觀音有坐在那裡有站在那裡 站在那裡最多 站在那裡最多 有一個就簡直是單腳僑氣的 但是沒有一個我睡在那裡 沒有一個睡在那裡的睡 那你覺得為何會有一個睡在那裡的我睡 睡在那裡的我睡有幾重 那個展薄我沒有研究的 但是那個知識 有時候佛就是他裂盆的那個時候 他剛才不是說裂盆嗎? 是的 那個就是很關鍵的 那個臥佛的東西 還有剛才你也看到他有一個 也碰到一個臥佛的腳板 因為臥佛 很多時候你參拜臥佛的時候 他的腳板的部分 大腳印是很關鍵的 所以他找那個臥佛 他裡面其實大家都很關注 就是他究竟有幾大 而且 如果他說這個就很大的了 是的應該很大的 是 要預想到 為何會這麼難去找他呢 因為他可能是幾個山頭 做那個佛的那些大德 他看到那個山勢 那個營 裡面已經暗藏了那個佛的形態 然後他只是做一些工程 將這個佛顯了出來 其實中國都有很多地方 有這種用自然的景致 而勾回那個 是的 其實他不是真的說 在那裡有一個 他是透過一個自然的景致 將那些自然的景致 就是駕駛 建成一個大佛 是的 那那個 那個是 基本上 我想在阿富汗裡面 那裡有很多 居域 你看到 就是 那些山頭 那些地方 就是很神聖的 嗯 你可能回中都找到很多大山 那些 那些 將它建造成為一個佛 出來的 但是 講到這個時候 我突然 我就是 記起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 一個叫我無知的問題 一個stupid 問題 是在阿富汗裡面 那些觀音像 都是得男觀音為主的 呃 女觀音 就是我孤立寡問 我不是那麼知道有沒有 但是觀音就很多了 是個形象 是 不是 我見過有幾個 有有無數 因為其實觀音 我想大家都會有個了解 就是觀音原本是一個男生 是男生 就是他在這個娑婆宇宙 就是幫 幫手 幫佛陀去 推動他的那個 他那個 遁誤 就是那個時候 他就是 認了那個 整個娑婆世界裡面的 那些 那些眾生裡面 就是那種男女有別 嗯 也覺得 也知道 用他的女性的形象裡面 可以那種推廣的更加大 所以他就是有男生 變成女生的那個過程 但是呢 就在這個阿富汗裡面 有很多時候見到的那些觀音像 就是 你看到觀音像 如果你三不識七 你會說 這個會有鬚的那個 那個觀音 那些人就笑你了 是 因為觀音它本身 是 還可以變的 他很多是形象 是形象 還有 你維莫傑 他有維莫傑 那個天女 也都會有 都會有個變男變女 來去教化 阿 阿 鄭利智說 你不要那麼多男女有別 一見到一個女人 在一個鬥失出現的時候 就說 為何會這樣 你不要當她是女人 他不是說你不要當她 這樣不行 這樣行不行 立即變形給你看 這個就是天女散發 那個很經典的情節 妙的 我想如果深入去找他那個 這種叫佛教的文化傳下來的那種原 會不會在那裡找到一個線索 就是 為何奧富汗的那個文化裡面那裡 其中有一點就是他對女性的那種 那種叫監管 他那麼嚴厲 那個男女有別 那種這樣的情況怎麼形成的呢 即是在那個文化的那個底蕙裡面 你可以這樣說的 這個最原始就是阿伯拉罕宗教 即是星期裡面有講的 但那時候其實都未算是一個真正式的猶太教 但是那個源頭是甚麼呢 就是在 舉個例子 為何巴米洋這個大佛會炸到他呢 或者所有這些佛教 因為阿伯拉罕宗教 或者猶太教 其實是不拜有形相的神 是 佛教也是 原本也是 原本也是 但是為何會在這個巴米洋這個地方 剛才我們講過 因為那個地方本身是很危險 是 很多人是譬如單身去或者是傷 他們去見到這個佛像本身 對他心理上有一個的安慰 是 因為他的形相 令到他有一種安全感 在人間 是 有形的世界 是 因為他會出現了很多無名的恐懼 是 無名的恐懼 就是明白 就是很多時候 就是有時候 你會看到有一件事令到你會很緊張 嗯 或者有一種擔心 但是你在肉眼裡看不到擔心 擔心的是什麼 如果有一隻獸在那裡 你的擔心就很明顯了 有個形態在那裡 是 那麼有時候會衍生一種無名的恐懼 它裡面就是 你的那個心靈裡面那裡 就是有一種騷擾 嗯 這個呢 我覺得就是都關乎 因為它有很多荒野的地方 那 我想流傳了很多那些獵人的 古代的手獵文化的那些 那些 還有賊 是 還有你看到 還有賊那些 還有很多時候獵人 或者航海那些都是 水手 譬如這些有任務在身 要出去那個 離開家喻 出去做事的時候 很多時候就不會帶那個人去的 為什麼呢 覺得不老禮 不老禮的那個因由 就有很多種的 大家想像 會有很多種 但是我覺得還有一件事 是 就是 它會很 或者會覺得 如果你同時有個女人在那裡 如果那一刻 它剛剛M到 是 絕驚到 絕驚到 有血的事件 而那時候 我們對於這些血裡面 其實它有一種味道 出到來的 是 那個有時候可能引來 變成了可能 荒野的那些野獸 嗯 那種突然的不安 反常 令到他們那個去打獵的時候 都是衍生了一種 突然的騷擾 那種叫做 那種叫做 血變 那樣東西 其實可能都是一個方向 因為這個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近期 其實大家都在提及著 我們現在這個 這個新的疫症裡面 可能對我們的血液 是有所影響的 有 經常說了 這是一個心臟和血液的問題 對我們的血液裡面的一些元素 就會有些 改變我們的性格 改變 這種裡面 你現在牽涉到那個 叫做 男女的血性的那種分別 尤其是女性 遇到這個 那個 經血的那種情況 裡面那裡 都有一種叫做 遠古的 即的禁忌 即的禁忌 是的 理解 變成禁忌 然後衍生到 現在都沒有 因為你會看到 它其實整個區域裡面 都是一個沙區的文化 手獵的文化 或者那裡 四周都見不到草原 那些地方 那些族群的一種禁忌 是的 剛才幾個都問那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對女性的看法 是 可能在那個地方 大家都要爭女人 是 女人比較 是 所以 會有出現這種情況 但我 真正的理由 我們都很難解釋 我們都不知怎麼解釋 是 專家 好像是對女人有仇 那樣 這個我們很難理解 至於說 那個具體的地方 現在的地圖 是找到的 是 黑布爾在這裏 現在的機場 巴米洋的大佛 位置 位置 在這裏 有三個 剛才我們去問那個疑問 就是那個大佛 在2008年是找到的 是 就是那個臥佛 現在就是這個 是 這個 簡直是找到的 這個 之前都應該找到的 是2008年的 是嗎 是 因為這個我們以前也看過 是嗎 或者我可能 會不會弄錯照片 但不要緊要 Anyway 就是他們說 在2008年的時候 他們已經找到這個 是 這個 即是我佛的 具體地點 是嗎 是 好了 現在這個 這個 情況呢 跟我們今天講 這個題目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想印證一件事 就是 當那個大佛被炸之後 是 就有這個 戰士 一場 真是很 很緊要的 很嚴重的 的恐襲 如果這個 臥佛 今次 這個 塔利班當他們掌權之後 應該有大規模的 消滅這些 考古文物的行動 從刀覆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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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現在他們 就 在阿富汗 已經是 即是 將這些文物 就嘗試去 想想方法 怎樣去 去保管 即是會搶救 就不用搞到 就好像 這個 在2001年的狀況 是怎樣 是 那我覺得 已經 現在你看到 一天前 即昨天 聯合國教科文的 組織 已經是 提出了 提出了 說 是這個 文物保護 是不是已經太遲了 現在太遲了 現在太遲了 現在是先救人 不是先救文物 現在是先救人 是啊 是啊 所以這個 在這個時刻 這些 這個 那個 那個變化 就很大了 是啊 是啊 那 人呢 現在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還有在這個時候 全球疫症的期間 這樣就引發到這個 非常突然的事件 是 即是突然之間 進程 沒有這個步驟 適當的處理 就算有這個步驟 美國政府都不會太care 這些文物 你記不記得伊拉克 是 他一打完 第二次海恩戰爭 攻入伊拉克之後 第一樣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伊拉克的最大的博物館 被人搶東西 是 被人搶東西 被美軍搶東西 我不知道 那不是美軍 總之 總之有人搶進去 有人搶東西 那不見了 然後那些東西在哪裡出現呢 就在國際的走私市場出現 是 嗯 而且他那個 我想在他那個部署的行動 就是 當他 從伊拉克來講 那是一個大災難 嗯 因為伊拉克裡面 那個博物館裡面 留下了很多 那些 大文物 小文物 那些東西 而那裡 最主要就是花落誰家 嗯 你找不回 這個 你會看到 這樣就散落了 變成有些 能夠在那個買賣市場出來的時候 叫做有積可塵 嗯 因為其實現在我覺得 今時今日 看這些古文物 它不是就叫做文物保存 那麼簡單 它裡面有很多些 叫做是 整個文明的發展 裡面有很多些 information 我們以前 從那個考古學裡面 那裡 就不足及的那些範疇 嗯 但是現在 就是用一個新的方式來看的時候 譬如我們做個舉例 就是我們前年 都神秘之義都有講 譬如大英 百物館 拿他的100件 那些文化物品那裡 做一個展覽 給大家看到整個過程 那麼我們就更加 用那個東西 是了解我們文明怎樣 step by step 去到今時今日 嗯 那麼已經有個更加新的那種作用 就在那裡 是 那麼現在 所以現在這種 那個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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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現那個問題 還有人是最關鍵的 還有人 人命的問題 大家就是第一 要搶救那些人 但是這些文物呢 它就是最擔心的就是 你搶救不了 它最怕就是被毀壞 除非你被那些人 或者被那些人拿去變賣 難度結束 如果你說賣 那就另外一回事 可能保存到 但是就 只不過它不在原本的地方 其實你整個情況都等於大英 博物館 是 基本上 就是最大部分的東西都不是大英 部份的東西都不是自己土產 土產 全部都是搶人 但是 你至少看到 現在不是 舉個例子 譬如說 現在去破壞這些文物都不止是 塔利班 譬如這裏 是 就是 2012年的 就是 這個中國的當地 在當地開礦的公司 炸了一個二千年前的 二千年前的 其實這個 一個佛寺 那裏 大家看到了 退換拜雅 那些佛像在這裏 因爲他們要開賽銅礦 那這些事是不了了之的 到現在都不知道 但是我們知道一件事 正如剛才紀徒說了 在阿富汗應該還有很多佛 應該是什麼呢 西傳佛教的文獻和雕塑在這裏 中國最近都在那裏找到一堆佛教出土的文獻 是佛經來的 是今年三月 是呀 是跟我們 中國 是很有關係的 是呀 是呀 那它 它 這些文物 尤其是這些經書 還有 譬如剛才說的佛像 是一個很重要的 那件事之餘 你會發覺現在散落了很多地方 那裏有很多時候 你會想去研究 那不是單止研究 因爲它這些古代被人經常去拜的佛像 那裏從神秘學裏面來説 從神秘學裏面來説 它們是裏面積聚了一些能力 嗯 我們很多時候 譬如看一些佛像 或者譬如做個舉例 就是那個 都在香港做過一個大型的指南 就是布達拉宮的那些唐卡 你站在那裏 就不是 不是說你要懂功夫 你有道行 你才感受得到 一個普通人 都看到一種 一種能量 一種意念的力量 是彈出來的 那其實很多人 都可以解釋到給你聽 就是因爲很多人 就容易 就是拜他有求的時候 就很多意念 投射了在畫那裏 那裏 然後就變成了 那個 就是一種積聚 你去到那個 那個位置那裏 你就都會立即接收到 這個人出來 嗯 他這個阿富汗裏面 尤其是那裏 裏面的大佛的形象 或者那些佛像裏面 就被很多那些人 去曾經拜過 那裏面 所以那個Energy 就很強 我曾經 大家都看到一個 很完整的 一個阿富汗的佛像 那在一個 香港的富家裏面 它們的收藏品 你早說 我們不問哪個富家 是很有錢的 很有錢的 但他也竟然有一個阿富汗的 很完善的 而完整度,大英博物馆都没有这麽完善 因为大英博物馆都展示了佛像 有不少是没有头或崩了,脱皮脱骨 那位先生的完整佛像 大英博物馆都要求他 即是想借一借 不,不会借,就在他家裏 就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帮他刷了 一个3D那种东西来做一个记录 他就比他这麽做的,用两个星期的时间 我就在他家裏的大堂,看到的时候 我就问我可不可以摸摸他? 我说可以,那当然摸摸他那个像 而那个像,你一叮的时候就有很多感受 你会看的时候,你会发觉 阿富汗那时候他们那些做佛的工匠 我想是一般的工匠都很好,因为他做佛的那些规矩 那些规矩是很细致的,就令到 有很多规矩的,不要乱来的 找MC人说,MC人研究这件事 所以那个就是我们亲眼的见证 阿富汗的一些坝像,那种珍贵之处 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啊,那他现在说这里,就是今年的三年才公布 就是在那个首都附近的地方 MISS EINEC 就是中文,那个广东话翻译 是梅斯艾罗克 很近黑布尔的,那为什么他在那里找到呢? 他原来那里应该是一个古代 那个思囚之路的其中一个驛站 但是就荒废了 但是因为知道这个佛教是在阿富汗的地区 就是没有什么人再相信 代之而来就是这个穆斯艾斯兰 接着没有人来 那最近一个挖,才挖到大量的文物出来 包括有佛经的 那现在的最大危机,这几天才说出来的 就是这批东西将会怎样呢? 仍然留在阿富汗那里 之后可能撤对了 可能就走了 但是有些拿不走 有些比较大件的拿不走 那接着就会炸了它或者弄烂它呢? 这个地方机会相当高了 甚至这个地方可能被人炸 就是会被人破坏的 是 所以在今时今日 这种大人的战争 就好像从开始来说 它已经变成了一个很大的文物 文化的损害 还有你得到文明的丑陋 因为这个丑陋一直都说 人类的历史就是战争的历史 在战争的历史里面 就是会造成了很多个破坏 那种破坏里面 就是去到后来 你只有一个听字 有很多的文物就因此就消声匿迹 可能有时候 就是种族之间的那种斗争 是特意要这样做 不想你的那个文化留下一些痕迹 所以这个就变成了我们的一种文明的丑陋 这个都是很最近的报道 整件事本身都引起了国际的注视 原来那些文物未抢救到 是 因为想搬的 大概今天是23号 一个星期之前想搬 但搬不下 真的想不到这么快 来得这么快 所以现在就连那些博物馆里面的职员 那些人都担心 是 但没办法 始终要来 始终你会看到阿富汗事件 其实我们如果算起来 去到现在这一刻变天的时刻里面 就已经有二十多年的历史 我们跟911开始讲起来 我相信在那个期间 就有很多文物能够拿走就会拿走 即是有一种叫做唯恐会有这种叫做 再重蹈覆迅的出现的情况 那现在就是那个叫做伴责点 是 火逼金行 是 但我们那个 即是神秘智的那个看法就是说 这个不单止一个文物串实 是 即是它还预示一场世界的浩劫 是 是 是 最担心这个是 好似常来讲 我们这个叫做 将会有一个大战来的 这个好似 会不会就是一个点火位 点火位来的 差不多都 每次都是 是 那为何在那个地方 他们会有那么多这些 即是 考古的 即是古代的文物呢 原因是因为 那是一个交汇点来的 是 譬如这里我讲的是 中亚十字路口 它有佛教 拜佛教 基督教 犹太教 印度教 全部都在这个地方 是一个大战门路来的 是 通行无阻 但奇怪的是 它没有讲当地的宗教是怎样 可能当地没有宗教 即是全部是在外面 那些人老过 那时候 伊斯兰都不是原本人 是 伊斯兰都在阿拉伯那边 他们接受密城的那个 就变成了一个地盘 伊斯兰教的地盘 是 是 是 它里面 你会看到它留下的迷物 真的相当之多 还有那个 是由一个叫做公园开始 嗯 到现在今时今日 那些都是一个很关键的地域 是 是 Anyway 那个酷劫 差不多都无可避免了 是 如果你说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 就是希望先救人 是 是 希望一些小孩 那些女性 是先救到 嗯 嗯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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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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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一件事就很奇怪 是 是 香港的庸人会馆被人破坏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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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条傻子就会无情情出来 出去搞人家那个庸人会馆 是 是 是 那里面会不会有些玄机在那里呢 那你刚才问我呢 就是 那剧本是谁写呢 简单来写 就是光明会 哦 是 是 上个星期讲了 是 是 加拿大前国防部长讲了 是 那是不是光明会他里面 就是 其中一个我们要去关心的问题 第二个我 特别关心的就是 光明会会找哪个片子 是 是不是我们片子的机会 一定是 哈哈 好啦 那不挣住你 因为你趕着要去另一场 那我们今天做此为止了 就希望世界能够避免这场浩劫 那么多些惊 天下太平 是啊 好的 那我们下星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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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